各位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簡書培跟陳賢偉來到台北地檢署 針對於網紅陳之翰 這個禮拜來多次在他的直播節目 或者是在他的直播裡面去講說 他曾經擔任過職棒球版這件事情 要來提出相關的告訴 因為我們都知道在禮拜天的時候 台灣的台灣隊 我們的國球選手 國手 奪得了十二強的世界冠軍 全國都為這件事情高興跟興奮 開心的時候 陳之翰先生 館長 居然在他的直播上面 潑台灣隊冷水 甚至還說 這個很多的政治人物公然的在趁台灣隊 這就算了 他居然還把自己過去曾經在直播簽譜 擔任主頭的事情拿出來說嘴 我認為這件事情是讓所有台灣人民憤怒的 台灣人喜歡棒球 把棒球當成國球 過去直播也是讓很多的人為之瘋狂的 但就是在1996年到2009年 有黑道介入 去脅迫我們的直播選手 打假球 然後因為他們要獲得不正利益 甚至用金錢 用暴力 來威脅我們直播選手 讓我們的直播選手的成績 都是被假召的 被他們脅迫的 所以才導致我們的直播 讓球民 讓全國人民傷後的心 也影響了棒球在台灣的發展 現在12強 重新讓台灣的棒球在世界發光發亮 所有的台灣人民都要為了這件事情開心 但是網紅 館長 陳知翰 居然又把自己曾經當任主頭的事情 拿出來拴所有的棒球 我覺得這是讓人家憤怒的 這也讓我想起來 之前兄弟的球員周思琦 在隱退之後 拍了一支影片 接受媒體訪問 他說了一段話 他說在他的職棒生涯裡面 面對到千賭事件黑道的威脅 他真的感受到非常大的壓力 他曾經在旅館裡面 多次的被黑道押走 他不知道他被押走之後 他能不能回著 活著回到球場 他能不能活著回來 可見一個隱退的球員 在他的職棒生涯裡面 記憶最深刻 最恐慌的一件事情 就是被黑道威脅 來打假球的這件事情 而館長 身為一個網紅 這麼受年輕人喜歡的一個網紅 在這個禮拜多次把他自己擔任 球板的這一件事情拿出來說準 還說 打 在他牽毒的時候 打了全雷打 球員打了全雷打 他就想說是不是自己要落跑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非常惡直惡劣的 所以我今天跟陳賢慧議員 到了地檢署 針對於館長志成 自己曾經是球板這一件事情 也涉入了職棒牽毒這一件事情 非法牽毒這一件事情 我們要依照刑法的獨博罪 詐欺罪 更甚進一步的是 組織犯罪條例的第二條 他是不是用組織犯罪的方式 有脅迫過這個球員 來進行打假球的這件事情 我們要要求檢察官 來進一步的調查 希望能夠把這些不法之徒 來這個一把就辦 然後才能夠以正式庭 才能夠讓我們的台灣棒球環境 能夠真的 每一個人喜歡棒球 你當球迷你也開心 你當棒球員 你也可以認認真真的打棒球 為台灣爭光 我們請陳賢慧議員來跟大家說一下 是 那個我身為一個非常資深的棒球迷 其實在2001年到2006年之間 我人就在棒球圈服務 所以我非常的深刻的了解到 直棒打假球的事件 是如何重創整個棒球圈 跟棒球的球迷 我想要告訴大家 直棒牽毒打假球 在台灣不是一起事件 是長達十幾年有五起的事件 他對棒球迷是一種霸凌跟凌遲 今天館長重提他當主頭的往事 不是在球迷的傷口上撒鹽 而是他就是把球迷割傷的那個兇手 是幫兇 我們要強烈的譴責 希望他要付出應有的代價 可以聽到是針對館長 我自己之前拍影片直播說 說自己曾經做過這個球版的事情 兩個議員今天都到北點這裡 可以去按鈴申告 申告他涉嫌詐欺還有主播罪 後續有更多消息 我們會隨時為您掌握